今天来一个全车大保养 换一二油 机油 一二油滤芯 空气滤芯 柴油滤芯和机油滤芯 然后我们先第一步 先把一二油从这个位置 把一二油给它放掉 放一二油要先放一下空气 才能放一二油 然后把机油也给它放出来 然后把这个机油滤芯把它拆下来 然后把这个柴油滤芯下掉 把空气滤芯盖子打开 空气滤芯拿出来 把鸭油箱打开 然后把鸭油滤芯拿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滤芯 这是换鸭油的时候也要把它换掉的 然后把这个新的空气滤芯把它装上 把这个油水分泌器给它装上 机油滤芯 这是柴油滤芯把它装上 这个空气滤芯的盖子把它盖上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滤杯扳手 把这个所有的滤杯再给它解一下 正常的话不需要放 然后滤杯换好过后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把那个四位打开 让它 把加机油的盖子打开 准备加机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住机油了 记住 加机油之前一定要把 咱们加机油前 一定要把这个机油盖子把它装上 否则你加的机油 会露出来 然后加完机油 把机油盖子把它拧上 正常这种小娃机 加60小娃机 大概加个11层机油 然后我们把这个新的滤芯把它放回去 然后这是 我放压油的地方 把这个 放压油的地方 油管的话把它上去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压油了 好 看看加到机油盖子银油 行了 这个银油也算换完了 行了 现在保养完毕了 喜欢的给我点点双机 点点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反正我们打着火的话 试一试车 看看一二油 一二油的位置 快手 拥抱每一种生活